每天, 細豬都躺在地上, 看著門口 一顆聲音都沒出, 究竟他在等誰呢? 原來他是等著一個永遠都不會回來的朋友 時光倒流, 回到過去 這間屋曾經充滿快樂 細豬和波波每天都在這裡追追逐續 當年只有一歲的鬆絲犬細豬 因為生骨刺, 很不開心 所以主人就收養了另一隻鬆絲寶寶 波波, 讓牠們有個盤 波波第一次見細豬時 一進屋就這樣… 就是細豬吸引波波 是 波波一直罵細豬 然後細豬很害怕, 嚇唬一下 出道街, 波波會很跟細豬 細豬去哪裡呢? 細豬不回家, 牠就不回家 細豬走, 牠就會走 細豬其實很脾氣 牠沒什麼所謂 之後牠就很養養波波 其實也是波波做主導 細豬和波波雖然不是親生兄弟 但一起生活了八年 牠們已經是對方 在世上最好的朋友 細豬從來沒想過 這個唯一的朋友會不辭而別 有一天出去拍照 然後早上我們一起去 拍照後, 上車後沒多久 然後牠就… 我便覺得波波波好像很弱 然後牠就慢慢… 我抱著牠, 牠慢慢地… 牠真的不會很心跳地離開 對… 突然之間… 生命就是這麼脆弱 波波永遠都不會再回來 努力時間, 大家都無法接受這個現實 因為波波波又離開了 牠…可能心情… 我們家人的心情也會… 會有不開心 但現在其實也有一段時間了 應該是… 就是懷念 以前每一早 細豬一睜大眼 就會見到老朋友波波 但現在牠看到的 就只有波波的相片, 模型 究竟我的老朋友去了哪裡 為何牠不回來 狗狗未必會明白什麼是死亡 但失去朋友, 牠們一樣會傷心 而且這種痛 甚至被人類傷得更深 我們當然很不開心 然後… 細豬其實之前也願意站著吃東西 但那段時間真的不吃東西 不吃東西? 對, 不願意吃東西 然後…可能要我們… 牠趕在那裡 女兒每顆每顆都餵牠, 牠才願意吃 牠可能經常會趴在那裡 覺得最舒服的狀態 對… 所以你覺得牠好像… 可以就所以就不太願意走 不, 願意走 而且很多好像悶悶不樂的情形出現 好… 珮珊以為隨著時間過去 細豬會開朗 但過了幾個月, 細豬仍然沒有好轉 每天在這裡看著門口 繼續等牠的朋友回來 波波不幸離開了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不開心 主人也會…情緒有時很會覺得… 那隻狗為何會這樣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我們都要一個新的項目 重新的一頁 我希望牠的未來 一直都會更加開心 其實主人跟細豬一起玩的時候 牠慢慢就可以放鬆自己 鬆絲犬不太聰明, 而且比較固執 要將牠們在情緒的低谷拯救出來 一點也不容易 超級純斷師Eric Cole 嘗試運用任務和遊戲 令細豬有機會思考 讓牠不再只掛著波波 但在這個時候 Eric發現細豬除了有情緒病 牠的身體也有嚴重的問題 醫生說牠是生骨齒 然後還要… 其實很差 就是因為四隻腳都有骨齒 醫生就說不建議做手術 因為如果做了手術 其實你刮了骨齒 其實牠也會不斷增生 別人的偏方, 我也試過 做什麼變步 其實都是用白醋、醃豬手 然後浸泡七天 然後就燉牠, 給牠吃 試過找鐵打針灸 那個人就說, 你試一下 其實… 我給狗的月位模型 月位模型 然後他說, 你試一下吧 最終醫生說其實游泳是最好的 我帶牠去游泳 從那時候開始游 游到現在都是游 其實游泳是看到很快的效果 就是可能從幾次開始見到牠的腳 開始真的跌不到在地上 對 然後可能也很快的 但是走得很好 就是越走越好, 越走越好 雖然骨齒的問題改善了 但畢竟細豬今年也九歲 已經等於人類的六十多歲 所以就著細豬的體質 Eric要設計一些運動量不大 而又能夠令牠開心的遊戲 首先用零食和開心的聲音 吸引細豬 平時外出, 外出不是只走 可能帶點東西吃 叫牠去做一些輕鬆的動作 未必是要去誇張的東西 只不過令牠出去覺得 很棒, 很開心 好, 我們出去玩 好, 好, 好 我們要多做一些東西出來 我相信女兒在跟牠玩 牠都會做到一些氣氛給牠 因為牠不會理會牠的感受 對… 我想玩, 過來 你看我剛才不斷叫 你看牠經常小豬小豬 在那邊拍 小豬…高音一點 小豬… 牠那麼疼 小豬… 好, 小豬… 好, 請牠 好, 慢慢吃, 要輕鬆 我們叫這個高音 叫牠過來, 給牠東西 狗就會連接到 這個聲音, 會有好東西來 但靈食是不足夠的 最重要是要引導牠思考 所以就要花點心思 運用這個智力版幫忙 遊戲要玩 其實我看牠的關節差一點 不如讓牠的腦袋動多一點 和開心一點 但牠多運作一點 都沒那麼容易衰老 對… 每一個孔呢 你見到那孔嗎 見到 這裡還有一個蓋子 有氣味出來的 對… 你放一些食物 進去裡面 這樣蓋著牠的話 就讓牠要穩住 對… 這樣… 稍後… 牠知道就會穩住 現在我不會放得這麼複雜 是 我要讓牠知道可以吃 是 我要靠牠的鼻子和雙手 是 雙手會捏這塊東西 是… 對… 小狗沒有其他狗那麼聰明 對… 就要慢一點 正如Eric估計 餵食的小豬 一聞到零食味 真的覺得很好奇 他心想那些食物在哪裡呢 於是有法他思考一下 如何去找零食 小豬的表現 甚至比Eric所預期的更理想 你看牠,聞一聞一聞 還聞到Eric的腰包 原來牠聞到那裡有很香的零食味 還想在腰包拿東西吃 在這一刻 小豬突然又回復白艷的本色 一起跟牠玩的時候要觀察 我們怕弄牠的手腳 是… 但牠始終要動動 是… 牠不動就變了牠就會吊起牠 我們就要給牠工作做 是… 就是給牠一個幸福的生命 原本一直趴在地的小豬 就是這樣 不知不覺就玩了半小時 這半小時對沛山來說 很珍貴, 也很感動 因為自從波波離開牠們之後 牠都沒見過小豬玩得那麼開心 女兒可以跟牠互動多一點 希望牠之後… 可能還有幾年時間 一直在一起的話 希望牠會更加開心 小豬, 雖然我不在你身邊 但你也要好好生活下去 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 波波 狡狡記得做汪星人 是因為牠們身體上有些構造 真的比你地球人很多 偷視牠們的鼻感 米體牠們又小又貶亮 原來牠們的臭味高出 我們人類一百倍 雖然是這樣 不過覺得牠很多味道都聞不到 例如是我濃烈的女人味 和你那陣肉味 米體這位汪星人 滴滴滴飾飾, 嬰兒一名就很容易照顧 牠的名字一出 五國驚都要敬重牠幾分 鬥牛犬是不是真的有打狗 對, 但牠不是兇 牠是友善的 只不過是粗魯 牠是兇的 牠的性格是怎樣的 牠的性格 其實牠很喜歡跟狗玩 牠喜歡跟人玩 牠是很自我 而且牠比較頑固 哪方面會頑固呢 譬如你不要管轄 先不說管轄 牠看見你像子彈仔一樣 不斷撞下去 不斷撞、不斷跳 有時不斷捏你 不斷咬你 牠要等到主人摸牠才會靜 要摸牠嗎 摸牠會靜 摸牠不可以, 一定要摸牠 摸牠不可以, 你越來越興奮 當然了, 鬥牛犬的祖先來自英國 在八百年前 英國的屠夫養這種狗來追牛 所以很有攻擊力 後來這種狗流入法國 和其他狗運種 變成體型比較小的法國鬥牛犬 現在的鬥牛犬 當然沒有祖先那麼兇 不過還保留強壯的肌肉 敏捷的身手 很多主人會夏天帶牠出去 就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牠很容易中暑 反而牠短毛 短毛, 牠活力, 充沛, 不斷跑 所以跑到這麼長時間 要保留著牠 讓牠陰暗的地方休息一下 還有給牠喝水 怎樣才可以令武士亭的鬥牛犬 靜靜地休息一下呢 全靠這張床 有錢在手, 把錢拿出來 放在地上 牠現在不會把我的手握, 對吧 對… 我不會讓牠吃 這樣把手握出來一點 引牠上來 碰到這個物件 拉上來, 坐定了 跳舞… 跳舞, 拉上去, 把手握進去 好, 就放了 看見好的行為 讓牠吃, 慢慢站直 牠也等著, 再讓牠吃 叫牠出來, 好, 傻比 好, 叫牠進去 引牠進去 進去裡面才有 等一下, 出來就沒有了 傻比 牠是毛, 傻比 所以叫傻比, 是吧 好, 引牠進來 牠的時間很重要 一坐下來就立刻放 阿勁, 到你來了 好, 來… 新的手指出來, 像這樣 對, 進來… 進來… 拉, 拉它進來 進來… 再來… 你可以這樣, 近一點 好 你看到嗎 喂, 傻比 喂 這裡啊, 這裡啊 叫什麼, 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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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處理, 這裡啊 這裡啊, 這裡啊 這裡… 先坐下來 全部進來… 全部進來 對, 引牠 好, 好 好 哪隻手都可以 你可以慣性下去做 上來不能吃 好 好, 站起來不能吃 不能吃, 一定要黏在這個位置 好的, 好 厲害, 沒時間停的傻比 終於被阿勁哄好了 Good boy 好, 好 然後… 很明顯 包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